其实我们的个人资料现在有名在外网呢 我可以根据你的电话号码 我可以找到你的全名 甚至是你的IC号码 甚至是你家庭的住址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其实 其实是要提高警惕 为什么呢 当我们有这个心理准备的时候 我们个人之间也在外面 要给那些犯罪分子 来做一个我们所谓的诈骗 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第一他打来的时候 他可以告诉你 你是Royce吗 你的IC是不是这个号码 你之前的地址是不是这个 现在我是银行打来的 这样子的就可信度就非常高了 所以我们现在反而是要警惕 如果有人打电话告诉你 或者是通过email 这样联络你 透露一点你个人资料 他不要太过相信 因为这些资料我们都到处可以拿到的 这个才是重点 就是他如果可以告诉你 比较私密的资料 还是IC号码这些东西的话 先不要觉得 他一定是从政府部门打来的 对了对了 这个才是重点 以后是来的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